如果選擇在加州尋找代孕 第一步該做什麼 那麼關於簽訂代孕協議 我們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呢 請看法律博談 三萬六千個寶寶 這個三萬六千個寶寶是什麼呢 這是美國評估 每一年有三萬六千個中國人來美國 是用代孕的方式可以生一個小孩子 每一個人他們都希望有美國身份 很多的父母親他們講說 今天的話我沒有美國身份 我OK 我就是希望給我小孩子一個機會 那現在最流行的就是用這個 運模代孕的方式可以生一個小孩子 不但可以拿這個美國身份 可是也可以就是不會影響到母親的身體 那很多人會問這合法嗎 其實有很多客戶他們都打電話進來 因為他們覺得在中國這是不合法的 這個我們要講 有很多州他們不允許你做這種代孕的方式 可是加州就可以 所以為什麼每一年就是有三萬六千個案子在加州 那這個加州法律規定是很特別 這個特別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協議 跟一個孕母做了這個協議以後 斷掉他的關係跟他生出來的小孩子 這個協議要在孕母還沒懷孕以前簽的協議 有很多華人他們最後可能臨時找到一個孕母 然後最後的話他已經開始懷孕了 才簽了這個協議 然後最後法庭不批准 這個變成一個很危險的行為 所以我們第一我們要知道 你還沒找到孕母以前 你要先簽這個協議才找孕母 第二孕母以後 他一定要在加州生你的寶寶 所以你不能說最後找到一個孕母 然後最後他是在外州生了小孩子 還是你找一個外外州的人 最後有加州的法庭控制你們兩個的關係 你們兩個都必須是加州的居民 有很多的華人他們最後 擬在加州他在紐約 然後你遞了一個加州的案子 然後最後案子就解散掉了 很多人他們很驚訝 他們覺得大家都同意啊 孕母有同意啊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是因為你沒有照著加州法律做事 第三 他的法律規定關於你的協議裡面 你的醫療方式 醫療的保險 醫療的錢 你一定要答應這個孕母說你願意付這個錢 有很多的協議我看到為什麼是被拒絕了 最後法庭解散了這個案子是關於 他們會跟證律師 他會跟我講證律師 那我們省一點錢 你也代表孕母 你也代表我們 這是不合法的行為 如果法庭他讀你的文件的時候發覺到 你的案子就被解散掉了 還有刑事背景調查 不是只有孕母必須要做一個刑事背景調查 可是父母親也要做 所以有很多的案子 我看到進到法庭的時候 法官就會問說 您有沒有做一個背景調查 事實是沒有 那加州法律條文 民法家庭法7620是講說沒做 你就是一個不合法的協議 然後最後只有這三 最後我要講 很多的案子為什麼沒有做好 是你要拿一個pre-birth order PBO pre-birth order的意思就是 你還沒生小孩子以前 法庭要判決下來說 生出來的小孩子不是孕母的 是您的 我們上一次我們拿了一個案子 那個案子是什麼 他禮拜一要生小孩子 他禮拜五遞了文件 然後最後發生了 法庭說No 我就是不給你 然後最後因為法庭沒有判決下來 他每一天醫院 他又不願意給孕母 又不願意給父母親 他每一天罰的錢 是五千塊美金 已經等了十天 那你才是多少錢 所以因為這樣子你要知道 pre-birth order 你要趕快做 不要等到最後一分鐘 只有你拿到你的PBO 醫院才願意把小孩子給你